大兄姊妹主来平安 今天落响圣言读经计划的经文 是《路加福音》一章8-25节 让我们先来读这部分的经文 然后有一段莫想的时间 盼望神他亲自透过他自己的圣言 来教导每一个学无他话语的人 也都叫我们凡乐意进行他教导的 都能够得着他所应许的赏词 喜怒哀乐是每个人都会有 也都是我们人生历程里面 必然会发生和遇上的事情 圣经人物也都不例外 在今天所读到的经文 主要就是围绕着萨加利亚的故事 福音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知道 他是祭司 并且他的先祖就是亚伦 就是最先一批由耶和华指派 来到承担祭司即时的以色列人 而且作者指出了 萨加利亚在神面前是二人 这个身份和背景所带来的遭遇 必然有他独特的一面 很快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 一件奇特的事情 就发生了在萨加利亚的身上 当他履行服侍 在主的殿里面烧香的时候 竟然遇到了主的使者 这个突如其来的会面 令到他感到惊慌害怕 在圣殿里面侍奉 而与主的使者相遇 这个经验似乎确实 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而在旧日历史里面 也都有记载了不同的人 与主或者主的使者相遇时的情况 也都不是每一次都令人产生惊恐 或者惧怕的 弟兄姊妹 你对于萨加利亚 见到主的使者 所作出的表现和反应 会有怎样理解呢? 换作是你在侍奉当中 遇上主或者主的使者 你又会有些什么感受和反应呢? 是不是同样 一样会感到惊慌? 或者是有忧虑 或者是兴奋 喜乐 得着激励 还是会怎样呢? 你学不学想在侍奉里面 在生活上 与主的使者或者主 来到相遇呢? 还是你宁愿 希望不要发生这些事情? 萨加利亚 与主的使者相遇 而得到一个超乎常理的应许 和消息 就是说到你的妻子要吸你生一个儿子 对正常健康而有年轻的夫妇来说 这个应许不难去理解 至少在生育条件上有这个可能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也不是代表着必然的事情 但是对于不能够生育 又已经上了年纪的萨加利亚夫妇 这个确实是一个难以相信 和难能可贵的好消息 毕竟在以色列人眼中 夫妇他们未能够生育孩子 确实是有一些令人遗憾 而这个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所以 而萨加利亚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就不禁向主的使者发出提问 我凭些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呢 事实上这个孩子并不是单单 为他们夫妇二人所来预备的 是经文告诉我们 这个孩子的到来是主对以色列人 甚至是对外邦人 他的救赎计划当中的一个部分 可惜的是萨加利亚对于这个好消息的内容 只是集中聚焦了在他们家庭未来的遭遇之上 弟兄姊妹 今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圆不圆满 有没有在哪一方面 或者在什么时候 令你仍然感到生命有一些的险缺 又或者遗憾的呢 这些人生的险缺 或者遗憾对你的信仰生活 对你的服侍 有没有带来什么的影响呢 当我们作为主的门徒 我们又从萨加利亚的经历 可以得到有什么的尴尬和提醒 使我们不会错过了从主以来 那个最美好的信息呢 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祷告 天父求你使我们每一个属里的人 都更加能够贴近你自己的心意 叫我们更加懂得放下我们自己追逐生命里面那份的想法和行动 更多可以看得见人在罪里面被到捆绑和被核制的真实的情况 并且赐给我们有充足的信心 在你必然要成就的基业上来跟随你自己的脚踪而行 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以求 阿们